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两百万 我真的没有其他积蓄了 还请大哥大姐帮过我们 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小凡 刚刚那人要追吗 没必要对小角色浪费一切 每人自断一条头 伤后无关 我先走了 大哥大姐 事情都妥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小伙子 好气势 看来今年的冥榜有看头了 臭老头 敢吃我的东西 不过你似乎惹了一些麻烦 我很欣赏你 若是在这帝都有情况 打电话给我 不过我帮你之后 你也得有些回报 比如成为我门下弟子什么的 不需要 出生牛犊不怕活 留着吧 保不准会有用到的时候 李先生 久等了 我给您介绍 这位是新加入苍龙大队的队员 是个很有潜力的小伙子 您在帝都的这段时间 就由他重当您的勤务员 李教官 苍龙队员编号2301 向您报道 将一念 小凡哥 居然真是你 认识 小凡哥 可是差点成为了我的姐夫 如此甚好 李先生 树山的功劳也批下来了 您现在已经是上位了 本来以您的功绩 应是能到忠孝才是 但有人从中作梗 导致上头并不认可您在树山 即出手的所有功绩 不过 李先生您在帝都的一切行动 在我们力所能及之下 必定配合 你在帝都还有别的任务 啊 李先生 目前能透露给您的就是 有过境外势力渗透到了帝都 至于是内国的势力 目前尚不明确 行 只要不与我要做的事冲突 我帮你留一下 故意透露给主人信息 还不是想把主人拉下水给你打工 糟了刀子貌似忠良 其实坏得很 李先生 有任何事情都可以交到杨一念 我就先走了 班长 麻烦你照顾一下他们 我出去一会儿 好 一念 跟我走吧 李小凡 你回我要亡谷 今日我便让你也尝一尝 失去一切的滋味 迅哥 真不愧是你 居然能在这明光会所举办同学会 那自然 我皇家虽然比不上四大家族 但在这帝都倒也是能排得上号的 不过呀 还是比不过韩灵夜 听说是败了高门 如今和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层级的了 说起来 刘师师 你不是想让迅哥帮你教训一下李小凡吗 真是失散 不好了联系李小凡 其他人也都没联系他吗 我想的就李小凡的田狗 就算被吴青霜甩了 也一定会厚着脸皮贴过来 不来就不来吧 没他我们玩的才更开心 不过 迅哥 这吴青霜倒是越来越漂亮了 你不之前就一直对他感兴趣吗 我先来帮你 不过谢谢你 这一 subsequ称 有个条件摄像